好了 来关心 目前全球的疫情 仍然非常的严峻 全球的确诊突破了160万 当中最严重的还是美国 全美的确诊已经突破了46万了 死亡人数破1.6万 那么呢 而且全美单日 3820名死亡再创新高 纽约的确诊就突破了有16万 占了全美32.6% 甚至传出有三名白宫记者染疫吗 那么另外 芝加哥监狱有至少400个人 已经不幸确诊了 不过呢 这个川普每次都说 这个病毒是中国病毒大陆来的 真的如此吗 我们来看到纽约时报就说了 川普从1月31号 就对大陆实施了旅行禁令 而到了2月下旬 意大利开始封城 直到了3月11号的时候 他才对欧洲的国家 实施了旅行的禁令 而根据了纽约大学 针对病毒的研究发现 纽约的疫情竟然大多数 都是来自于欧洲 而这个病毒来源是集中在于 英国 法国 奥地利和荷兰等等的国家 只不过在这个时候 川普的矛头还是仍然针对着大陆 甚至是他现在 接受记者提问之前 好像要做身家调查 结果有一个来自于大陆上海东方卫视的记者 被问到你来自哪里的时候 他说我来自台湾 引发证议 we know many people around the world are paying close attention to this conference 同一死亡機來 Seloyang屋 傳統國產品 有關 becomes 费委员 你看到美国总统川普 现在看到了亚洲的记者 就要查户口 所以他又在找戴罪羔羊了吗 他也不只是查亚洲的 他常常他对那个什么 什么CN 他对什么什么 这个有好多 福斯电视 福斯什么Washington Post 他对他们都有惩戒 那当然对这个中国大陆的记者 他也很有惩戒 所以看到东方的脸孔 他就问你 你是不是中国大陆来的 那至于这位记者 我相信他一定是他怕 我讲出来是这个中国大陆 我就你不可以问 所以他就没办法跑到新闻 某种程度也不能怪这些记者 他确实是从台湾去的 可是他工作的媒体是中国大陆的 我在猜他如果他讲他 把他工作的那个媒体讲出来 他可能受到的是川普的羞辱 但我们讲回来 从1月23号武汉封城以后 只有几个地方大家警觉到了 我赶快要做防疫 第一个是台湾 第二个是香港 第三个是澳门 这个还是在关于2003年 这个跟SARS有关的 可是你像美国 美国大家也在警告他 在1月底的时候 他想美国去管制 大陆的人你不能来 他错失了将近两个月的黄金时间 美国真的错失了 至少一个半月 我想看很多的国家 当时我记得 好像日本还要捐口罩给中国大陆 哪个兵还捐 自己完全没有去警觉到 但我是觉得 当然川普现在开始把责任 往别人身上推 推给中国大陆 要不要回来中国大陆 也许要 可是你自己难道没有责任 所以我是觉得 川普这样子的总统 我对他没有意见 他是美国的元首 但我觉得在检讨别人的时候 也要检讨检讨他自己本人 其实病毒根本不会分种族和肤色 所以你可以看到 其实包括了纽约的疫情 这么样的惨重 难道不是因为总统川普 浪费这么多防疫的黄金时间吗 纽约的州长古墨就说 这次疫情真的太严重 好 疫情这么严峻啊 这个古墨州长的弟弟 在CNN当主播的 这个古墨主播呢也确诊了 不过呢他苦中作乐 在家里面隔离的时候 还是继续上班 而且还专访他的州长哥哥 而且他甚至是还拿出了 他的压箱包 把哥哥以前穿着 又土又送的花衬衫的照片 也给掀出来 我给妈妈的住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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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给妈妈的住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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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刚刚刚说过我的照片 你还在睡眠 我还在我的宣估议室 那时候你赢了 那时候100% 我改变我的答案 你能够住 你能够住妈妈的住宅 因为那是大型的人做的 我给这两个人住宅 我给妈妈的住宅 celestial love 纽约的疫情非常严重 但是目前看起来 似乎这个 美国人呢 对于 古墨州长的好感度还不错 没有人像骂川普一样 严厉的来批评他 所以就有人说了 会不会其实呢 川普接下来要连任 他最大的对手到底是病毒吗 还是是古墨吗 因为有人说 他可能是民主党的秘密武器 要来上演换灯 用古墨来去挑战这个川普 如果说白宫换人做的话 会像川普这么样的仇视大陆吗 我觉得这个川普 真的要小心这个古墨兄弟 我们刚刚从这个 那段影片可以看得出来 古墨兄弟看起来演得非常自然 可是我觉得可能是事先串好的 那换句话说 这彼此非常有 有非常高的这个默契 那事实上美国的这个政治 家族政治是非常浓厚的 我非常喜欢看 最近有一部电影叫做爱尔兰人 其实呢 美国最有名的爱尔兰政治家族 就是甘乃迪 甘乃迪家族 甘乃迪他家四个人 四个儿子 四个小孩 这个四个小孩 可以说影响美国的政治 半个世纪 那甘乃迪总统也是我心目当中 我认为近代美国最伟大的总统之一 那这个最伟大的总统 我认为他的无与伦比的 这个政治的威力 就是说他们的家族的势力非常的厉害 非常的庞大 那所以刚刚这个古墨兄弟 虽然刚刚冒出头就是因为这个疫情 让大家看到了美国有这么样一个 跟我家的兄弟一样的这样的一个政治人物的时候 我认为那个对川普来说威胁是非常大的 因为川普他是高高在上 他是在云端之上 他是个贵族 他是川普企业的企业主 可是古墨不一样 古墨大家尤其是美国这件事观众 看到他们两兄弟在那边打水口 我认为那种感觉是非常温馨的 就觉得好像跟我家邻居有类似的感觉 跟我家的家族的相处也非常类似 这个会造成什么 一个政治效应 就是疫情过了之后 也许这一次总统大选不会有什么问题 下一次总统大选的时候 说不定就是古墨兄弟两个人冒出头 这也说不定 所以美国的家族政治 我们要非常认真的看待 OK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接下来说不定古墨 是有机会趁着这个疫情而起吗 只不过现在全球的疫情 真的非常的严重 接下来我们带你来看到一个画面 真的是让人触目惊心 这是来自于印尼 印尼有一艘渡轮 日行要靠岸的时候 传出船上有三名的船员染病 结果就被当局禁止靠岸了 那么是不是船上乘客听到之前的 游轮的案件太过害怕 很担心也会被感染 有好多人竟然是自己选择跳海 希望有机会能够游回岸上 我们来看这段画面 好让人看的是触目惊心非常的心痛 他们宁可选择跳海 要来拨命看看有没有办法 可以游回岸上 不要留在这一艘死亡之船上 但是我们来看到 其实除了印尼之外 另外纽约现在的这个可以说是疫情 真的是太过可怕了 因此现在就传出纽约的死尸 将会被埋到所谓的亡魂之岛 哈特岛 媒体空拍镜头就直起 大批的囚犯穿上了生化防护衣 不断地在挖掘 这个过去的亡魂之岛 位在纽约东部的外海 它没有任何对外的桥梁 唯一的交通方式就是渡轮 在过去一个世纪里面 埋葬了数百万的无名师 还有艾滋病病患等等 也曾经是肺结核病患的聚居地点 那么纽约市的法医 周二在网站公告 他们的尸体冰存期限 原本冰30天 现在缩减成只有6天 如果过期都没有家属 或者是藏仪社来认领处理的 就会被直接送网了 这一座亡魂之岛 好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让大家真的很想知道 到底疫情的高峰到了没有 还是拐点到了没有呢 理事长 这个疫情基本上要达到高峰 基本上是看我们各个国家 它的一个干预措施 如果你不去干预它的话 这个疫情它会把整个人口 最惩罚感染到20%到30%以上 它才会停了 我们知道人口有这么多 它的散播时间那可长的 所以只要它政府的干预措施 有做下去 这个不管干预措施 现在我们也不知道 哪个干预措施是最正确的 是最有效的 它达到高峰以后 高峰 达到高峰一个平台 高峰到平台一出来以后 大概在两个礼拜 大概就会下去 所以我估计大概是这样子 完全看各个国家的干预措施 如果你这个干预措施 你国家没有作为的话 那你达到高峰的机会就很低 那个时间就要拖得很长 然后再经过两个礼拜 这个疫情才会下来 所以如果到不了高峰的话 就永远下不来 对 因为它就一直上去 因为我们有的是人口给它赶 它的传播速度 又没有像流感那么快 所以它有的是时间去传的 它也不会有季节性限制 季节性限制基本上是流感 它这个病毒不是流感病毒 所以它基本上是用免疫来限制它 你假如这个人有抗体 足够人有抗体的时候 这个疫情才会停止下来的 所以接下来很有可能 就是到了冬天的时候 又从南半球传回到北半球来 南北半球这样轮替的话 这也是流感病毒的特色 我估计不会这样子 不会这样子 因为这个是冠状病毒 跟流感病毒不一样 你不能用流感的这个流行形态 来预测冠状病毒的 不可以的 所以我估计它会一直传下去 如果你政府没有好好的干预措施的话 OK 好 所以我们来看到 所以真的是错误的政策 是非常可怕的 来看到这些英国的医护人员 之前你看到 他们还在镜头前面 微笑接受拍照 让大家看看 他们因为没有防护衣 所以全身是套着垃圾袋 来帮忙自己 希望能够阻绝病毒 但不幸的是 他们已经去世了 另外来看到的就是公车司机 其实像之前 美国有公车司机就自拍影片 批评乘客说 咳嗽都不污嘴巴 没有想到两周之后 他就染疫身亡了 其实伦敦的市长曾经说 公卫专家说 公车司机不需要穿任何的防护 也不用戴口罩了 结果英国已经有 九名的公车司机 死于新冠肺炎的病毒了 好 我们可以看到 所以这就是因为 有这样子的一个可怕的 这样一个 这个伦敦的市长说 叫你公车司机不用戴口罩 结果九名公车司机死亡 我们想请教一下嘉庆 错误的决策 是不是比病毒还要更可怕 绝对是这样的 我们可以看到 从英国的首相Johnson 还有到美国总统川普 甚至你说西班牙跟意大利的 这些政治人物 从一开始的整个轻忽 到现在整个爆发之后 大家下不了台 但是扯得谎却越来越离谱了 川普就像我们刚之前看到 他在记者会上 竟然要先去质疑 别人是出身什么 来自什么地方 你还要做这种bodycheck的动作 这是川普在搞统战 跟搞政治斗争 最厉害的一个手法 那那位记者 其实基本上还蛮和善的 如果遇到比较难成的记者 只要问他说 Mr. President Is it your racial discrimination or what 是你的种族歧视还是什么吗 我今天在问你病毒的事情 你为什么要问我是哪里来的 今天你没有办法去了解说 川普这种人 他在他面对总统选举 对他来讲是最高战略目标的时候 他可以轻忽跟去糊隆一切的事实 他在2月的时候 跟我们讲说 这个东西应该是可以控制住 美国大家也不用太害怕 到了3月初的时候 他说如果就算被感染 也很容易就能解决掉 不见得需要去看医生 一直又过了不到一个礼拜 他就说 这个反正流感每年也是会有一些人 就死去 被他讲得好像自然淘汰的那种感觉一样 结果到了3月下旬变成怎么样 他开始要到处往外面去赖 这不是我的错 这是谁的错 这是应该怪谁 那不要怪我 那川普到3月底的时候 我印象非常深刻 他还告诉我们说 到了复活节的时候 一切就会好转 复活节是一个好日子 川普这个 又开始在那边乱讲话 不好意思 这个周末就是复活节了 那美国的疫情 现在走到什么样子 它确实是已经爆炸了 前两天 美国纽约市 有一所医学中心 80个年轻的医护人员 在外面拿着牌子 哭诉 哭喊 这已经是纽约市 光纽约市 为了抵抗新冠状肺炎的疫情 所死掉的年轻医生 跟护士人员 他拿了一个 从下巴到小腿 这么大的一个牌子 上面密密码写的名字 他说这不是全部 但是是我 现在所知道的一些人数 年轻的女医师 你从他的口罩 露出来的五官跟表情 还有讲话声音 就知道 她是一个年轻的女医师 他讲得非常的透彻 他说 I'm not a hero 我不是个英雄 I don't want to die for this 我不想要为了这样子抵抗 疫情而死亡 也就是说 美国也有御用媒体 美国也有川普的御用媒体 像是Fox News 之类的东西 全部川普说什么 他就弄什么 然后还去帮他打击对手 但是人家 这些医护人员说 不要再说我们是英雄了 我们一点都不想牺牲 你因为美国政府的贪婪跟轻慢 导致了医护人员的牺牲 这根本不公平 也不应该发生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